Auntie Lucy Auntie Lucy 可是你要原谅 因為她聲音比較Man一點點 我可以摸一下嗎 握手 握手握手 為什麼你的手好像重慶 我很喜歡你 我覺得你的歌很好聽 我每次聽到你的歌 我都會哭的 今天為什麼很P這樣呢 因為今天看到你真人 我現在心跳跳 你要不要摸一下我的心 我的心有多一層肉包住 今天不可以 等一下會破掉的 我指甲很長 好 我要檢查一下你的指甲 其實今天真的很開心Auntie Lucy來 從比賽的時候就支持韋蓮 對不對 我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因為我等你的專輯等很久 從上一章到現在 Presscon要等我 我沒有這樣快 沒有這樣快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覺得很好奇 到底那個專輯是發了沒有這樣 還沒有 還沒有 8月8號 所以你看你看 你看我在前面講的 你有沒有聽到你看 沒有我在後面 你知道齁 我難得來這邊齁 後面那些DJ一直找我拍照 很辛苦 你知道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乾兒子乾女兒啦 我是你的什麼 8月8號下星期 開心齁 8月8號要發專輯 你們要買齁 全部都是你寫的我 沒有啦 不是全部啦 大多數你寫的嗎 大多數 所以這些歌就是以前你失戀的時候啦 然後你突然間有靈感然後寫的嗎 對啊 就好像有時候想Auntie Lucy的時候我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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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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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剛剛學在台上上的那首歌是找到大師級的人來寫詞 是 林基老師寫的詞 剛剛那首歌有沒有注意聽Auntie Lucy 有 那首歌也是在933一直播一直播咧 哎呦 933真的齁 有時候播一首歌齁 哇一直播一直播 來一天可以聽到很多次 猛打 這樣會不會中恐怖音這樣 不會 不會 很多人喜歡你的 Auntie Lucy我們可以委連那個機會 說一說他的新專輯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那這次的新專輯早上陳偉連 就 剛才Auntie Lucy Auntie Lucy Auntie Lucy Rushy Rushy 對 有說過啦 那就 裡面大部分的歌都是自己 我自己的第一次嘗試啦 就是寫曲 會不會有壓力呢 會不會有壓力呢 自己就是要負責這麼多歌曲 然後就是會不會唱片公司說 你要跟我交幾首歌啊 你跟我寫寫寫寫寫寫 這個不好 然後再寫繼續寫 一直這樣子 其實沒有 一直亂亂看齁 當初齁 在開始的時候寫的時候 就是 Email給公司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跟我說說 這張專輯要你 信量的全部都是你的歌 這樣沒有說 所以我當時寫 也是抱這個 平常心啦 就是玩玩這樣 Try Law Try Law 沒想到寄過去了 就有些歌就通過 就Pass了這樣 那之後就 就 之後就開始收歌的時候 就覺得他們 老闆就覺得 不錯了可以把這幾首說進去裡面這樣 OK 所以以後會不會是想要朝這個創作專輯的夢想邁進 當然啦 我還是覺得 就是作為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還是屬於實力派的科手 所以 就當然如果可以再朝這個創作方面發展 當然是好的 可是可能下來可能會盡量的嘗試去寫詞 因為很多朋友都覺得我的那個詞 雖然是簡單啦 雖然我的中文VOCAD不是很好啦 可是就 簡單還 還加油 對啦就是盡量 好謝謝 他很謙虛齁 對然後我看到 其實我覺得他很謙虛 因為齁 他講他是實力派 我覺得不是勒 他是實力派兼偶像派 對阿 剩我第一次跟你站這樣 我要摸你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有人是 沒有我是一粒派的 一粒肚子這樣 我要說一下 因為Auntie Lucy看到你很緊張 一直在冒汗 跟我們工作人員來體修 今天這樣猛嗎 對 一方面這邊很熱啦 我們女人要穿好多層啦 是是是 OK OK 那還有什麼問題要問的嗎 No.1 Fan 我覺得齁 這次這個專輯裡面 你覺得你齁 最辛苦的一首歌是什麼 唱得最有壓力的一首歌 是不是林希老師寫的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還好 因為這首歌也是我在專輯裡面 比較喜歡的幾首之一啦 嗯 那唱得或許比較難的就是 其實裡面有另外一首 曲風是比較Rock的 可是不是那種非常Heavy的Rock 就是比較SlowRock的那種曲風 那也是我自己寫的啦 所以第一次嘗試這樣的曲風 可是唱的時候其實 對我來說還有一點挑戰啦 對 可是你要唱Rock的歌是因為你想要挑戰自己要跳舞啦 沒有沒有RockRock就是跳舞的 搖而已 搖啦就是搖就可以啦 RockRock 沒有我的Rock是 沒有我的Rock是石頭的Rock 還是非常非常幽默 OK 那其實今天的韋連來出席 S23社叫我第一名的活動 讓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慶祝儀式 所以這時候可能我們先請我們的DJ一直上台來 當然也請我們的伍佳輝還有公之儀以及我們的小韓都一起上台來